最主要我们还是由国发会来跟我们做一个联系 那因为我们台湾连锁机加盟协会算是现在在整个通路上 整个商业通路就是连锁加盟这个领域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表团体 政府这几年本来就在做组织改造 那我们了解之后就是现在的商业司大概会并入到其他的一个单位 那未来就是工业局会变产业发展局 那这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发现说它会透过一个组 然后下面有两个科来管理这整个商业服务业 那以目前来讲就是说政府的数字大概商业服务业整个总产值大概有三兆多 那我相信可能还有很多没有列入政府的数字 所以应该是说我们在GDP成长的过程中 整个服务业的价值已经到GDP的七成以上 那商业服务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一环 那如果说我们在政府组织改造里面没有看到整个商业在整个国家竞争力上面的需求的话 那它还是用传统的观念在希望说我做商业管理 甚至整个层级还是在一个局下面的一个科的单位 那当然我们面临是说政府有跟我们解释说未来是整个产业发展局要面对我们整个商业服务业 但是我们看到不管是美国或中国大陆 他们都是用商业部或是商务部的层级来处理整个商业发展问题 所以我们是认为说今天在讲经贸的整体发展国际化全球化 应该是商业的整个思维要在政府的脑袋里面置入 而不是说今天我们只是吵这个层级的问题 应该是说我们认为所有的执政官员 所有的公务员都应该了解 商业是一个瞬息万变有弹性的一个竞争 那如果说我们国家没有办法是思考到这样一个 可能部位级的组织可以引导整个国家在策略上发展的话 那我们会觉得产业界是比较挫折 去看到政府的组织改造里面并没有在商业这一块 是做到一个比较具体的重视 如果说就我们商业这一块 如果台湾其实是自由化很早 像麦当劳很多国际品牌进来台湾大概有30年 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其实政府本来在管理上面或辅助上就很少 所以我们其实是自由化发展 可是在这过程中我们会碰到很多法令上面 其实是比较用制造业的思维在做处理 那举例来说如果说我们的劳动政策 它其实是在管理工厂 那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发现 我们现在有很多部分工时 有些什么所谓part time这些人员的管理 可能政府它在配套的政策 人力的思维上面它都没有办法理解商业在使用人上面的一个需求 那如果说一直是用制造业工业的管理在各个政策上面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整个国家它还是认为 所有事情都可以套装 所有事情你都差不多一样就可以去执行 那其实每个商业它能够成功 都有它个体上面的一些差异性 或是它的核心能力 那这些东西跟工业在整个发展过程有很多的不一样 那所以说诸如此类包括资源分配也是很不公平 那我再举个例子 就长期我们在电力的电价上面 商业用电是一直没有办法有什么优惠啦补贴 减免 可是工业的话其实它长期有所谓的离间锋的补贴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政策 到现在都还是这样看待 那我们还要讲说我们国家要有很强的全球性的商业竞争力 我觉得在很多的具体项目上都看不到政府已经调整它重工轻商的态度 应该是说我之所以强调情报很重要 因为情报可能是政府在做整个国家政策 我们在讲战略很多思维上面的一个参考 那我们其实很多企业在做商业竞争 你没有情报你其实跨不了当地很多国家 那我们再看这些所谓经济发展很快速的国家 可能我们讲的是它在政经实力上面有影响力的国家 不管是美国日本 或是我们现在看到快速发展的韩国新加坡 他们在很多情报的收集上 不管是政府做的或是说民间大企业做的速度都很快 那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说 大部分我们商业还是有很多 它个体没办法做到的一个情报收集 那如果说我们就作为国家的层级的话 我们讲的当然是说各国风险啊政经环境之外 是不是对各国消费者都有一定的了解 那你才能够做有效的商业谈判 或是对它产业的了解 那很多国家它其实是非常有弹性 透过很多力量去收集很多各国的消费者情报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是说 政府如果有一个力量可以做到情报的收集 它就可以分享 可以提供给很多的需要的产业来做一个资料库或平台 那我觉得这一部分是说 可能个别企业它有花它的很多费用去购买国际性的商业情报 但是我觉得可能中小型的企业 它就可能这部分能力弱 那我们如果只是输在情报上面的掌握比较弱 而不是我们的研发 或是我们个体的商业竞争力的话 那我觉得这部分政府其实是可以思考它多做一些 那我再举例就是说我们在对两岸的经贸谈判 我们如果说多对中国大陆的很多有经商环境 或是说我们个别产业的一个经营问题能够了解的话 那我们在谈判上面就不会一直以为说人家让利 那你觉得说让了很多人谈到很好的条件 可是实际上很多业界为什么它比较无感 它会觉得说掐住我喉咙的 这个你没有解套 你也是没有看到我真正能够经营获利的点在哪里 那有时候就说当然有一些时候是 它是一个比较人质色彩的国家的话 那它很多的条件会变动 那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情报上面也可以做一个了解的话 那其实我们就不会说 我永远以为我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谈判条件 可是这私底下有很多我们未知的部分的风险 我觉得企业界可能怕的是这个 而不是怕说我们要开放让人家进来 我们是担心说你出去你实质的竞争力 真的有政府想象的那么强吗 那大概这部分我是从我们在整个企业经营的角度 也希望说国家如果作为一个有经营观念的 这样的一个执政概念的话 其实它应该是觉得情报对它而言也是很重要的